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继续收听报道 有意思欢迎彩琳 我们说人如果打赏的时候要看疑心 那很多的毛小孩有四组 大家在秀苗苗 如果怎么 哇马上也会带去看医生 看的是受医师 但是那些野外的野生动物 受伤的时候 又没有人会带他去看医生 那在这部当中我们要访问的是 野生动物受医师 他是专门看野外动物 而且他也是台湾野生动物 救伤与保育学会的秘书长 吴嘉莹 吴医师 嘉莹你好 彩琳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嘉莹 嘉莹看得真的是非常的亲切 可能是因为很喜欢动物 所以看得真的是和爱可爱 那嘉莹 彩琳要先请教你 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受医师 和一般的受医师 有什么不讲 你现在是在台中特殊宠物受医院吗 对 你看不是同样是看宠物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现在的阵子是特殊宠物受医师 那我们的医院其实就是看狗猫以外的特殊宠物 因为其实现在 因为狗狗和猫咪其实体型还是稍微有点大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学生族啊 或者是上班族可能没有办法养很大的动物 他们就养小仓鼠啊 小兔子啊 小鸟啊 小乌龟 那这些都算是特殊宠物 就算是我目前正值的工作的内容 这样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 野生动物受医师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可能在野外没有主人的动物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 非营利组织的机构或者是政府部门 然后就有一些野生动物的受医师来帮助他们 彩琳那一天在楼 就看到一个妈妈跟一个小朋友 好像在路边看来一家受伤的麻雀 然后麻雀就没背啊 他就受伤 他就躺在地上 我就是我在干时间 我真的没有时间过去 我就在想说 哇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 那像嘉宇你说 你专门看的是野生动物吗 那你们这个 一般来说 要有人送过来 那他的看法 而且每天起来 每天来的病患 病患就是这些小动物 都不一样 那你都如何处理 对 第一个就是这些动物 他们的物种很多种 可能今天是麻雀 然后明天是比较大一点 有老婴来 就会其实都差很多这样子 那像如果 像我们这一行 我们就是会 就会需要了解 各种动物的基本的生理啊 还有生比较常见的疾病这样子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是我们就 要知道说 今天我遇到一个完全 没有看过的动物 或没有看过的病 要怎么去查资料 因为可能如果是 很常只是看狗 或者是猫的话 疾病会有点类似嘛 课本上也会有些 但是我们的动物课本上都没有 我们就要自己想办法 那你遇过 我和你很烧脑 有有 这个就很多 常常很烧脑 你常常遇到 最近 因为你们又不看猫跟狗 虽然才能有注意 猫跟狗 现在那个商机 应该是最大地 没有想到你们竟然是不看 那你们现在常常遇到的有哪些 特殊宠物 特殊宠物的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医院比较多 兔子啊 兔子还是最多的 然后那个乌龟 就是鹿龟和水龟都蛮多的 然后还有那个一些小仓鼠 就是学生族比较常养 这样子 那嘉宜财林请教 你说兔子 还是说乌龟 还是说小仓鼠 对 他们会生的病 大概有哪些啊 感觉上他们应该 比较好照顾才对 对听起来比较好照顾 但我觉得其实差别在于 特殊宠物 因为真的种类很多 然后其实他们在照顾起来 也会需要做的比较多功课 就是如果我们养狗狗猫猫 其实大家大概都知道怎么样 然后可能去宠物店 很容易可以买到 适合狗狗猫猫的饲料 但如果是特殊宠物的话 他们其实照顾都会需要 特别做功课 然后饮食可能也没有 一些常规的饲料可以给 有一些很特别的动物 例如说像手工 就是像壁虎那种 对对 或者是蛇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物种 可能他是没有厂商 去出这种动物专用的饲料 对 你身为市主就要更了解说 你的动物怎样照顾是好的 怎样比较适合他们 你全部都是要给客制化打造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 他们比较常来看的病就是 可能是主 一开始没有研究的 可能功课没有做好 或者是他请家人帮忙养 家人搞不清楚 就会想说 都可以啊 只要有吃饭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动物比较常生的病 是这种照顾方面的问题 就是营养啊 或者是温湿度不对发生的问题 这样子 有啊 有人不是开玩笑说 还是如果说把的猫 还是说给狗啊 叫给阿嬷吃 然后待会儿都会变得非常非常胖 对对对 有遇过就是那个学生 那个去北部上学 然后把兔兔交给家里长辈养 然后就就发福了这样子 太大口了 对对对 我们这个作品当中 好问的是台中特殊宠物斗医院的兽医师 他也是台湾野生动物与救伤与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家莹 那家莹采琳在请教 我们说宠物医疗 因为这边真的是毛小孩经济 非常的旺哦 大家如果看到我自己的娘 还是有什么问题 哇 不管开玩这个 随时冲去那个兽医院找医生 那但是野生动物 你说宠物医疗是为了侍主 因为他说有那个情感的连结 那但是野生动物医疗的意义跟目的又在哪里 说起来 它也没主人了 对 对没有主人 那你为什么会投出心力这么一大块点野生动物的医疗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野鸟 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 选兽医就是想说 万一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受伤的野鸟 我想要知道我可以怎样帮助它 所以我就决定去念兽医这样子 那我大概在刚研究所刚毕业之后 大概有三四年是在桃园做野生动物救伤 就是就像采琳姐说的没有主人的动物 那这些动物其实也没有人付钱 然后做老实话 然后他们又就是通常来的时候状况又很不好这样子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这些动物 他们虽然没有主人 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住在这个宝岛上 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份子 那他们大部分受伤的原因很多都是人造成的 比如说车祸啊 然后撞到窗户啊 甚至之前我们有接过那个有人拿BB弹去 故意恶意去射鸟的那种 那我觉得身为人类 其实我们是有必要来帮助这些动物 来弥补这些人类造成的伤害 野生动物的照顾 因为今天是五花八门 过来就是他们是野外生长 所以有一个台语说的一个鸭形 那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 其实你看一般的宠物 它如果真的不舒服来看一瞬时 就已经没有那么好料理了 对不对 那更何况是野生动物 听说家营还曾经被抓 会被抓咬到哦 就是我们那边 我之前的工作除了鸟之外 有蛇啊 然后有那个幼欢 不知道幼欢的台语怎么说 幼欢 我们知道就是说叫咬到 你要小心有狂犬病的那种 对对对对 那蛇的话量蛮多的 但其实大部分都是无毒的蛇 然后但是他们的确进来的时候 可能如果是宠物 还会有侍族安慰他说 乖乖我们来看医生 但野生动物不知道 他会觉得你好像要把他抓起来吃掉 还是什么 你学敢抓 对对对对 你给我打针我就会痛 我就不高兴 所以他们就会咬人这样子 所以你有一位爪咬到 听说咬的还蛮严重的 我那一次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伤口 一直流血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 我其实当下都没什么感觉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 因为那时候疫情 所以我想说大医院可能排队要排很久 所以我就去了一个外科 一般的外科的诊所 然后那个老医师看到我 我就说我被蛇咬了 我就很冷静说我被蛇咬了 他就很慌张 他说你被什么蛇咬 然后是不是毒蛇 我说绝对不是毒蛇 我百分之百确定 他就说你怎么可以确定呢 你还是赶快去大医院 然后我就第一次被诊所 就是拒绝 就只好去大医院 对 所以听起来 家营对野生动物真的是 真爱 而且你在台下 你田自苑的时候 你第一自苑真的就是受医系 中医系没上的 你要更加欢迎 对 那你这么喜欢动物 然后就是说造成很多的职业伤害 你也都刚刚 在是拥养之前 你跟野生动物 除了说你做小孩的时候 跟鸟类建立的一个深厚的情感 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小时候就是 我爸爸妈妈常常会带我们去户外玩 所以就会很多机会可以观察到野生动物 然后我也小时候妈妈会帮 我们家在科博馆附近 所以就有报名一些活动 然后就认识这些动物 我发现我就觉得说 这些动物他们在野外 其实一直是有在面对一些 人为因素造成的问题 然后我就很希望可以 用自己的力量来照顾他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过得比较好 家营在参与野外动物的旧伤害柜顶当中 你真的做了很多的努力跟贡献跟付出 像巴瓜公你是不是有海龟旧伤 还有巴瓜公前几年非常有名的南安小熊 对 海龟旧伤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兽医系学生大三的暑假 都一定要去找一个地方实习 然后我就去屏东的海生馆 那边有一个海龟旧伤站 然后那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野生动物旧伤这个职业 我第一次观察到说一个兽医师他是怎么工作 然后我就在那边过一个暑假 我就发现很多海龟 他们几乎进来的海龟我们要去实习生嘛 我们就很菜 所以就被派去拔死拔尿 然后对 就是我们就负责把那个大便捞起来 然后去翻说里面有什么东西 十只海龟里面有九只里面都有塑胶垃圾 那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就有了 彩琳因为看到海龟常常洗行窟 插了很多的吸管受胸 所以现在我都推广 我的同事 他在喝饮料的时候 我都请他们不要用吸管 我就跟他说 我代替海龟谢谢你 对 真的 现在那一次是不是还遇到了 那只好就杨过 对 没没手的对吧 那边有一只海龟 他有一只手是被那个船的螺旋桨打伤 所以他只有一只前手 那他们把他取名叫杨过 对 那其实我们在看野生动物的救伤 不是说只说 我们觉得他跟我们一样 都是在这个地球上 他也是我们的一份子 野生动物救伤 有他更深刻的意义 那佳莹说 你也南安小熊 去盖着照顾跟掩放 因为那是台湾 很珍贵的台湾黑熊 对 那一次的经验是怎样 那一次就是我刚好从研究所毕业了 然后就南安小熊是在那个花莲南安那区被跟妈妈走私 因为那时候小熊就是那个新闻出来啊 很多民众跑去看 然后那个妈妈就被吓跑了 所以小熊就留在那边 那我们就那个林务局和黑熊保育协会就合作 把他带到 因为那时候东部还没有合适的场地 所以就带到西部这边来照顾这样子 然后刚好有个学长 那时候在黑熊协会工作就找我去 算是打工 但是我觉得那一次对我也启发很大 因为我就是 受益系学生的时候 我们都是学怎么医治动物嘛 你就是开药啊 手术啊 把他治好就好 但是我真的在那个南安小熊的团队里面 我才发现 野生动物我们不是把他治好就好 我们不是把他养胖养大就好 他们之后要回到野外 所以我们还要教他很多在野外求生的技能 然后还要给他合适的环境 让他去认识说 他之后在野外的这个环境 要怎么求生存这样子 就跟一般宠物差很多 真是不一样的训练跟思考 因为你救生就是我只给你移好 交回去给主 再把他放回去就好 如果说像是我们台湾黑熊这种 他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动物 仅仅要思考的面向 包括他跟狼鸡肝的距离什么事 所以恰好熊斜动的骨骨骨 这真的是要非常的 就是我们也不能跟那个熊太好 因为熊其实人家说狗熊狗熊 熊的个性其实有点像狗 就是他跟你久了熟了 他会跟你很好这样子 黑熊也会吗 黑熊会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 他们回到野外就不要靠近人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 也不是说大部分 就是会有一些危险的人 对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不怀好意 对会有不怀好意的人 我们待会还要再请教佳莹的是 你在从事野生动物的救生 跪离当中有很多 让你感觉很有成就感 但是势必有一些 让你感觉无力的地方 然后这些地方到底是什么 然后一般的民众 如果看到野外动物 你受伤的时尊 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那刚刚才莲莹在请教佳莹说 其实你说把一些野生动物 给他地牢好 还给他野放 看他成功的回归野外 找到他应该有的天地 但很欢迎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和你顺利吧 对对 以我之前在桃园鸟会工作的经验 我们的野放率大概是三成到四成 三成到四成 你变成是六成到七成的失败率 对对 那心情 我刚开始工作第一年 我真的有点难接受 情绪上要调试很多 那因为这些野生动物 他们通常不是一生病就会被送来 他们可能在野外已经生病一段时间才被捡到 所以就变成说 他们死亡率真的会比较高一些这样子 那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 你如果不做这个 他们就也不会有人救他 可能就死掉了 所以基本上你要看有救的那 有被救活的那些动物 然后不要一直只看说 这些动物死掉了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专呆丸 在做这一块的兽医师不多欸 对对 目前大概 我的估计啦 大概就是二十位以内 专职在做野生动物救伤的 但专台湾有四千多个兽医师 但是全职的野生动物的救伤的兽医师 不到二十位 这样就是疑伤疾 对 那你们现在怎么去推广野生动物救伤这个保护 我们目前 所以我后来和我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就成立了台湾野生动物救伤与保育学会 在今年成立的 那我们就是想说 因为大家其实很认识流浪狗猫都很认识 然后认识宠物也很认识 但是野生动物其实就住在我们身边 但其实很多人不认识他们 然后也不知道说 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其实因为人的原因 然后有一些威胁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透过一些线上的宣导 我们会开一些课程 然后也会就是到处去摆摊 跟民众告诉大家说 有一群人在做野生动物救伤 然后救伤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野生动物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过得更好 这样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其实野生动物的救伤 包括说一个生态平衡的考量 对对对 不是说给他出于一份善心 对 莱琳姐讲到我的那个内心 对我一开始做野生动物救伤的人 大部分都是出于同情 就是好可怜我来帮助他 但后来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些动物他们都是因为人的原因受伤 那可能我一个受医是 我就算在热血都不都睡觉 可能一年也领多几百只 就几百只动物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受伤的原因 去跟大家说 例如说那个大扇的透明窗户 可能会让鸟撞到 那我们要怎么改变这个窗户 比较不会让鸟撞到 什么改变 给他贴胶布吗 可以在那个窗户外面贴那个贴纸 对对对对 详情可以查窗沙博物馆 这是一个我的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的 那个受医师的学姐做的 他也是就是做了发现 这些动物都一直因为同样的原因进来 做久了你就会想要去从源头来减少 这些动物受伤的状况 这样子 那还有其他的呢 鸟类可能会常常撞到玻璃 一些飞机鸟机也常常出现意外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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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机场的话之前有在做那个桃源鸟会有在做那个生态调查 就是希望未来可以用一些防治的方式 让鸟不要靠近机场的区域这样子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是那个黏鼠板 就是大家想要抓老鼠嘛 所以就会买黏鼠板 因为那个很好买到 而且感觉使用上也很简单 因为就只能看到米奇 在那一招一招去 他就会害怕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理解大家很害怕 但是黏鼠板如果放在户外 可能就会黏到很多不是老鼠的东西 你有遇过谁 我有遇过那个绿袖眼 因为绿袖眼他们会一整群去洗澡嘛 然后那个黏鼠板亮亮的 他就觉得那边亮亮的 对对对是水 然后一直飞下去 其他只就想说 他黏在那边不走了 是不是很好洗 就全部黏上去 对对对 所以那一次你遇到绿袖眼是几只 九只 就会跟黏鼠板聊高架绿袖眼 对对对 要怎么 这些都不行 因为用拔的 他可能会骨折 鸟的骨头很脆弱 那如果用剪羽毛的 那个鸟它就要 美波威就要养更久才能野放 那最好的方式是 你就拿报纸 把那个周围黏黏的地方铺好 然后送到 你的那个县市的救伤单位 或者是动物医院 请医生慢慢把它处理掉 这样子 那教育你怎么处理的 我们会用 好奇 对我们会用 那个橄榄油和面粉 慢慢把它弄下来 然后再用 有一个洗碗精 是那个美国的救伤单位 很喜欢用的 无毒的洗碗精 慢慢把那个胶洗下来 就是用洗的 让它买黏就对了 对对对 网路上其实也查得到说 要用油和面粉 但是我们就常常收到 民众就加了很多油 和很多面粉 最后有一个像 那个天妇罗的鸟 被送来这样子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你们就把它整组送来 我们来处理就好了 告诉我尊严 对对对 加你的天妇罗 这个洗碗子 起来太后求了 对 那你遇过最特殊的 特殊的动物 有一年台风的时候 有一只那个水鸟 它叫大水蹄 大水蹄是海鸟 在那个太平洋中央 所以很少见 就是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 这样子 那海鸟 它是台风出来的 它是在那个便利商店前面 被发现 因为它一般不会出现在那里 那我们就去做检查 发现说 它有那个血液里面的重金属 拱含量超标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海鸟在海里都吃鱼 它们是那个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 那这些鱼身上可能平常就有污染啊 然后有拱含量比较高 那它吃了很多很多宇宙累积在身体里面 就那个狗 有点拱中毒 那台风一吹 它就虚弱就吹进来了 这样子 我才能记得 以前在做鸟会新闻的时候 鸟会在说一句话 就是今日鸟类 明日人类 对 其实你说看这个大水蹄的拱中毒 你去想说海洋的污染 其实已经很严重的 会出现水蹄拱中毒 我们人也吃虚 对 其实我们也会有这个问题 对啊 所以藉由野生动物受到的问题 其实也是映照出 我们人类目前的一些困境 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 我觉得野生动物就是个镜子 它们其实就是反映 现在的自然环境的健康的状况 那这个状况 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类 真的 这是一个我们要很深刻去讨论的 还是说去疏忽的这个问题 那刚刚我们讲说 我们野生动物救伤 这宝魂跟保育 我们还做了哪些的推广 你希望建立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 捡到野生动物 可以找到专业的机构 来去帮忙这样子 那目前大部分台湾县市 其实都有办法 你可能就是先联络 最简单就是打1999 如果你捡到受伤野鸟 不知道怎么办的话 那再来就是目前其实台湾的野生动物救伤系统 还不算真的非常非常完善 有一些县市可能是会求助无门 找不到人帮忙这样子 或是没有专业的受医师 有一个部分是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好像它比较旷日废史 旷日废史局 采琳有一次在大安森林公园 也是看到一只受伤的鸟 那我就打电话给世界府1999 天哪 你真的 要等很久 你等到一来 然后把它交给他 你没有弄个两三个小时 你可能无法 对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那个目前狗猫救援的资源 的确是比野生动物多很多 但野生动物其实他们在这个宝岛上存在更久 然后他们也是生态系的一份子 这样子 对所以 如果是想要关心野生动物的朋友们 我觉得其实也不难 我们就是常常去关心野生动物的消息 一些新闻和议题 然后需要发生的时候我们站出来帮他们发生 我觉得就可以帮助到他们了 对 那像我们讲说 野生动物的全职的兽医师 目前全台湾不到20个嘛 那你之前说 这个工作带给你的成就感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是野放 把他们放回到他们的 例如说鸟就看他 也放飞走了放回到天空里 然后乌龟游到水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带给我工作 最有成就感的一部分 那你这么多年来 你有跟圣龟公里自己救过多少只动物吗 我没有 你是不是既既怪怪的吗 没有 我没有认识 但我之前在桃园鸟会 一年大概1500到2000只 所以三年下来可能有五六千只日游的 1500到2000只哦 那一天平均要有365万 还蛮多只的 最多的话一天可能会有三四只只 通常是会集中在夏天 比较多一些 为什么会有季节的差别 夏天的话就是繁殖季 那个大鸟生小鸟 小鸟就很菜嘛 很菜就被学飞啊 被捡到这样子 有啦 像家人说的 说律师人去年书版 吃到高价 对对对 那个那一天就特别多这样 这小鸟 那彩琳请教你 最近我常常看到一些 虎头风的新闻 蜜蜂还是虎头风 这些也在你们的救伤范围吗 我们目前是只救脊椎动物 就是如果无脊椎动物 可能就 就也有点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这样子 对 那像我们会建议说 别野外如果看到野生动物 嗯 我们要如何跟它 嗯 我们可能 如果我就会看动物的种类啦 如果是 比如说鸟类啊 或小动物 我们可以保持距离 观察它 然后不要打扰它 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在 更深的身上 可能有一些 比较凶猛的 石肉木 我想熊可能真的很少遇到啦 但是有的时候 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幼欢 身上可能会带狂犬病啊 我们就还是 保持距离 不要接触 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科普一下 嗯 就想说 遇到熊 而且现在因为台湾黑熊 一些生态 漆地的改变 所以活动范围 好像有到海拔 比较低的地方 嗯 那我们就有看到 黑熊的时候 到底应该如何 我们就是要 不要慌张 保持冷静 然后慢慢慢慢地 退开 就是你可能 有太大的动作 会吓到它 所以我们就是 慢慢慢慢慢慢地 后退 然后找个时机 就离开那个区域 这样子 对 有说要往什么地方跑吗 哎 好像没有特别说 但是就是建议你 不要惊扰它 然后慢慢地离开 这样子 那如果它真的有机会 可能靠得很近 你可能也是 呃 就是要想办法 让你自己看起来 比它还要来得大一些 你可以做一些 很大的动作啊 这样子 对 然后让它觉得 知难而退 这样子 对 但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 是啦 你如果不要到高山去 基本上遇到的机会 也应该不高 对 但是在野外 我们遇到一些 野生动物的机会 就可能就真的比较多 嗯 那遇到的时候 可能就要像佳莹 刚刚提醒我们的 我们如何改救上 以及跟它保持 适当的距离 嗯 那我们在看野生动物 救上的过程当中 也是在映照我们人类 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 讲起来 野生动物 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师 对 对 我觉得是 所以我们要谢谢佳莹 为这些野生动物 付出的努力 谢谢 多想 谢谢佳莹 谢谢宅玲姐